开了开了 三一门竟然在战斗中将五侯旗门展开了 而面对众人的拼死绞杀 脚屎棍吴根生这次能否安然离开 就在刚才 吴根生表示等到三一苦主们前来 到时自己一切都任凭处置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就听正派弟子们纷纷不耐烦地说道 吴根生 已经一时辰还多了 你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只见被龙虎山三张围着的吴根生依旧自若盘腿 片刻后才开口说道 各位 一桌喜想要吃的书心 菜品需要的味自然不必说 可还有 上菜的顺序也很重要啊 我分别邀请各个门派 换别的地方大伙肯定顾虑更甚 所以选在龙虎山 而且相信各位一定是提前了日子到的 对我的各种猜测 各种提防 各种应对 想必大伙都已经商量好了 而且我也多胆猜测 大伙爱护三一的朋友们 这次的事一定没有告诉他们 所以我大概算了时间 日子临近了才通知的三一门 他们知道我来 不要说是这龙虎山 就算是龙坛虎穴 也还是会来闯一闯的 至于晚些嘛 实属正常 总好过被各位拦了来拨 此话一出众人皆是沉默不语 于是诺大的山谷 只剩三方势力干大对峙起来 就这样不知过了多久 突然听到有人说了一声来了 话音刚落 就见三一弟子们 迈着沉重的步伐从谷口走来 而为首的正是长青水云 张志维顺势侧眼望去 他也只能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只见路景此时面色冷峻 身子微微颤抖 而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无根声 他的眼中庞若无人 只有这个杀害自己师父的罪魁祸首 这时就听长青笑着说道 这么多前辈同道吗 文言火德宗门长出声问道 长青水云 还有三一的各位小朋友 到底怎么回事 说清了 在场的各位给你们做主 接着就听他尴尬地继续说道 三一的各位朋友 那无根声说 他说有一桩事 这个嘛 他说他去三一门是为了见他的那个 三一弟子文言纷纷无言以对 而无根声冷笑一声 接过话来说道 什么父亲儿子的屁话 大伙就不必向三一的各位求证了 不过是全信掌门的妄务 我怕有人涵养不够 静不下来陪我等那么久 于是胡周出来供他们妄想的 此话一出正道的门派皆是疑论 就连龙虎山几位也都面露不悦 接着就听正派弟子们争先恐后的大喊道 打死他 就现在 三一的朋友 只要你们一句话 现在就让他化为鸡粉 三一的 只要你们说句话 我们替你动手 让我们来 也就在这时 张静青突然诧异地转过头去 只见三一弟子们竟都屈膝跪在地上 先是水云以头创地 而后其他三一弟子纷纷效仿 齐齐跪在张静青身前并对其叩手 同时水云大声地哭喊道 各位前辈同道 今天三一门人对各位只有一个不情之情 若你们可怜我三一遭逢不幸的话 就请务必答应我们 你们谁也不许对这个人出手 接着弟子们慢慢起身看向这边 只见张静青身前站着三一门的几位弟子 他们虽然神态各异 但有一点却是出奇的遗志 那就是对于吴根生无比的痛恨 见状吴根生惨然苦笑 而后怪叫着开口说道 三一的各位 咱们就不用寒暄了吧 说罢水云直接纵身一跃向吴根生攻去 面对着势大力尘的一击 吴根生同样挥出手臂准备格挡 等到鞭腿打到吴根生的手臂上时 吴根生还未言语 就听水云小声地说道 吴根生 你以为在这么多人面前 我们就会忌惮你那个手段了吗 一切都无所谓了 来吧 水云此时疯狂地催发着自己的逆声 而与此同时 其他三一弟子的攻击也已来到 只见吴根生先是身形一晃 而后猛地向路井撞去 巨大的力量让他瞬间失去重心向前倒去 不过只一片刻他就又恢复身形 接着就见吴根生先是躲过弟子那龙虎之力的一拳 而后顺势反击同样是一拳递出 这一拳五十年的功力 直接让这名弟子忍不住大喊起来 可吴根生却并未善罢甘休 只见他一把抓住弟子头发 而后猛地一转 再然后就见他竟用这名弟子当作武器来旋转攻击 同时他的嘴中疯狂地大笑着 而后吴根生身形一跃拉开身位 他看着横七竖八躺着的三一弟子们 吴根生喃喃自语道 你的弟子这么劲走 这就让人放心了呀 说吧他便不再留手了 他的大手一扑 一拖 再动得一拳 三一弟子们便被瞬间解决 这时路井终于赶到 只听他怒吼着大喊一声吴根生 而后运转逆声向吴根生一掌拍去 而吴根生同样出掌低档 下一颗路井的逆声便破碎开来 而他掌中残留的逆声气焰 竟也被吴根生暴力暗灭 路井见状一脸的惊恶 然后就见吴根生直接一只手抓在他胸口的衣服上 而后猛地发力旋转身子 直接将路井甩飞出去 就在这时 长津水云二人趁着吴根生攻击间隙来到身前 面对二人的攻击 吴根生却只是轻描淡写地格挡下来 接着三人便缠斗在了一起 突然吴根生一脚向后踏出 然后就听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奇怪 冷汗直冒啊 文言长青水云二人同样震惊 这时吴根生看着一旁的诸葛暗自骂道 你这混蛋 竟然踏进去了 凶 下一刻诸葛的瞳孔开始绽放光芒 接着一副八卦奇门自他周身展开 而长青水云以及吴根生 他们三人所处的方位 正是奇门中的死门